美媒前苏联金星探测器将坠落地球 苏联70年代发射的金星探测器部分残骸困在地球轨道 如今这些残骸可能今年坠落地球 根据space.com报道 苏联Cosmos482号在1972年3月31日发射 因推进器故障导致太空飞行器卡在地球轨道上 探测器部分残骸仍留在地球周边 但据专家指出这些残骸在今年将坠落地球 研究苏联太空发展史的学者Don Mitchell告诉space.com 当Cosmos482任务失败时 上面载有的一个厚重的坦克框架和设备 被抛弃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 但Cosmos482的金星进入舱还在漂流 每112分钟环绕地球一周 而配备着热保护的金星着陆器 重量约495公斤重 卫星观察家Thomas Dorman告诉space.com 失败的金星探测器将有可能在今年或是明年坠入地球 根据space.com先前计算 2023到2025年之间探测器会坠入地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